沒有誰不可 沒有非誰不可 如果吳敦義主席能夠很果決很果決的 廢除萬年中常委 退出不分區的名單 選民一定都會非常非常的 對於國民黨做這件事的改變 非常的感動 那我們覺得不只是只有國民黨要贏 而且是國民黨必須要改革 才可以捍衛我們中華民國 捍衛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幸福 才可以讓我們的民主大大的更進步 所以我今天站出來講這個話 是希望讓民眾知道 雖然常常被外界約於百年大黨 但是面對這一份不符合民意期待的不分區名單 仍然有很多人會堅持從政的初衷 監督政府 為民模糊 真正的跟民意站在一起 今天這一仗是非常的艱辛 而且是為了整個的這個國家 中華民國在打拚的 不管是國民黨也好 還是台灣的這個人民的幸福也好 中華民國必須是存在的 那我們也覺得國民黨必須是存在的 那如果用這樣這一份名單讓老百姓大大的失望 我們不知道老百姓的這個心會有多痛 因為他們希望國民黨能夠改革 能夠強大 能夠來保護我們中華民國 兩千三百萬老百姓的人民幸福 所以在這裡我們呼籲 希望這些中常委感謝你們的努力跟辛苦 但是你們也應該要退下來了 已經是百年的 已經是那個萬年中常委的 該做的事情應該做的做了 我們覺得 真的這一次希望你們能夠退下來 再基層幫忙呼選 而不是呢 要去發言 要去主張你們的權利的時候了 謝謝